好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分辨异端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异端,我们需要分辨 保守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不是跟从人的教导,而是跟从神的教导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希望我们都是非常的小心 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在耶稣说,在末后的日子必有假先知 这个马太福音24章11节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然后第23节说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我们就看到这个耶稣的警戒 告诉我们真的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必有很多假先知起来 这个是真实的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这个是耶稣已经说了 他们迷惑了我们离开神的话语,离开正道 所以我们必须清除圣经的教导,清除圣经的话语 现在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 而且知道他们用很多方法,也不算去保守我们自己,也要保守自己 另外耶稣说,如果有人对你说,耶稣在这里啊,耶稣在哪里啊,不要信 因为他们会,有人说基督来了 其实有不同的人都有,他们说自己是神 在历史上有不同的人叫,他们迷惑人,说我是神啊,我是神派来的 这个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就说不要以为有人说是神派来的 或者是有人说啊,我是先知啊 不要以为是先知,他说是先知,我们就相信 因为有些人说是先知,但他们其实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行为都不是跟同神的 我们需要分辨这些假的先知,假的教导 我们必定要小心,求神帮助我们分辨这些错误的教导 然后这些假先知,做什么呢 我先说一说,就是有人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哪里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东方闪电 所以说基督已经来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必定是假先知 因为耶稣说到时你会看到人子坐在天上的云 有千许一统,在神的荣耀降临 所以这个东方闪电或者是全能神教会 他们所说的都不是合乎圣经的 所以我们就很明显的知道这个是错误的教导 然后这些假基督,假先知 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 同若能行,连神明也就迷惑了 所以我们不但是说有神迹,我们就相信 我们必定是分辨这个教导,是合乎圣经 这是他们行神迹,其实也不代表从神来的 但我们不要因为这样说没有神迹 因为耶稣说马可福音16章说 你们要传福音到地级,然后在这个时候 信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所以在这个过程都必定有神迹随着 所以我们就知道真有神迹 我们不要以为是没有神迹 我们知道是神是真的活着的 但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他会行大神迹 但如果神明就信仰是建立在基督身上 就不会被影响 然后我想解释一下 我们怎样读圣经 怎样灵修帮助我们的灵命站立得稳 首先读经灵修 灵修最好是在早上 在其他时间也可以 但读经之前可以唱赞美事歌和祷告 亲近神 放下重担去爱慕神 我们唱诗歌的时候 不单是就去唱歌 我们唱的时候都一边赞美主 爱主 神啊你真美好啊 神我很喜悦你啊 我感激你 所以我希望你们带领 祷告赞美的时候 你都会说一句话 就说神啊你真美好 我们全心的爱你 我们全心的跟从你 我们真的很喜悦你 你是我们的救主 是我们的神 都有这些话在我们的赞美和祷告中 然后我们啊 第二读圣经 顺 继续 读几次新约才读 读旧约 就是有一天 他们啊 没有开始读圣经的 先读新约 因为新约啊能够将啊将啊将啊这个真理更更直接的解释 而且是这个灵修性也比较强 帮助我们更明白神的主义 帮助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建立与神的关系 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也同时读新约 所以说读旧约的时候 因为旧约神经有些地方灵修性不是很强的 例如你读很多限制书 或者是你读立位记 或者是月博记 有很长的篇幅讲到很多的道理 但对我们的灵修未必有直接的作用 然后我们读几处读圣经的时候 可以忽略不明白的部分 可以去询问其他的基督徒 可以用笔画重要的经文 你看到重要的经文就画下来 我起初读圣经的时候 我有很多地方我不太明白的 但我继续读 我看到是美好的经纪 我就画下来 就放在记忆里 这个是我们起初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做的 然后 对不起 刚才我没有转你们的slide 这个是刚才的第一第二第三 刚才我说的 然后第四 我们思想和应用 自己能明白的经文 就是看到什么经文 对我们有帮助 我们就思想 怎样应用出来 这个非常重要 深信在和背诵 背诵圣经中的应识和经句 就是有重要的经文 我们就深深的相信 也背诵 就是放在记忆里 能够将这些经文应用出来 第五 可以重续读一些灵修的材料 读一些灵修的材料 但读灵修的材料 是不能取代读圣经 就是不要用灵修的材料 取代读圣经 因为圣经才是直接的 将神的话语说出来 人的灵修的材料 有些比较好 有些不是最好的 我们直接从圣经 领受我们的教导 这一点是重要的 然后在我们灵修的时候 也长时间投入 赞美神和爱慕神 就可以尽力神赐的平安喜乐 生命就更被更新 也得到更大的能力 就更长的时间 赞美主神 你真美好 哈利路亚 我们全心的爱你 我们也全心的顺服你 我们知道 当我们信任你的时候 你必定喜悦的 你必定喜悦 我们亲近你 你必定祝福我们的 我们就相信 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你必定与我们同在的 我们就全心全意的 在亲近神的时候 就享受神 从神得利 相信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神必定是喜悦的 这个 在灵修的时候 有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 相信 我们亲近神 神就喜悦 因为圣经说 我们亲近神 神必定亲近我们 我们 常在耶稣里面 耶稣也常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多借果子 就是说 我们常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常常的 住在我们里面 就 他的生命就叫我们 能够借助各样的果子 好了 我现在首先讲这个东方闪电 东方闪电 或者是全能神教会 是有一个教主 叫赵维山开始的 然后他找一个女性 找一个女的女人 他说这是女基督 基督已经来到东方了 所以他们叫东方闪电 这是说 那么耶稣说 闪电整员 从东方到西方 我降临也是这样 他就说 这个是 这个 就是女基督 但这句话是很有问题的 这个解释圣经 因为圣经说 就好像闪电 耶稣降临 耶稣也是 天使说 你怎样看到 对门徒说 你看到耶稣怎样升天 他也是怎样降临 将来降临 所以 耶稣回来的时候 是 这好像他升天的时候的方法 他就会 从天上下来 带着神的荣光下来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说 神必定与我们同在的 他回来是这样的 不是 不是好像 好像 他们所说的 这个女基督 其实这个女基督 很有问题啊 你遇到这个 东方闪电 就问她 这个女基督 有没有讲到啊 她有没有讲到的录音 如果是基督加来 她必定会 显现的 她必定会讲到 她必定会有录音 有录影 但他们 没有的 其实这个 女基督去了哪里 我们都不知道啊 如果基督回来 怎么会不知道 她在哪里呢 所以他们 就说不出 说不出她在哪里 他们举将 他们的教导 告诉人 而且他们的教导 很重要是 他们没有跟从圣经的 他们不看重 圣经 他们说东方 闪电的书 是否定 圣经的 所以他们 他们说的话 很多是不合乎 圣经的 说圣经是 老 老 掉牙 这是说这个是 老的东西 已经过去了 不许人提起圣经 他们狂言 他们出版的书 才是神自己 现实的说话 才是真理 我曾经问他们 马太二十四章 二十三节 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 或说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我说 这里说 不要说 地上有基督出现 这个人回答是怎么样 为什么这样 举着圣经 为什么要 但是信圣经 但是呢 是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 读者 教训人 学义 都是有益的 这是神给我们的 是神所默示的 所以我们信仰 必定是跟从 神所启示的圣经 东方闪电的创立人说 自己是今天的神 是神再次道成肉身 成为女基督 来拯救世界 他们说 天父跟耶稣的时代 都过去了 如今是他们的神 做共的时代 这个怎么会 耶稣的时代过去了 这个是不合理的 因为基督怎样升天 他也会怎样回来 耶稣永远不会成为过去的 而且 耶稣要降临 然后将所有万民都聚集在他面前 好像木人的将 善人绵羊放在他面前 所以这个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就会聚集全世界人审判他们 然后圣经就说 如果人说基督在这里 基督在那里 不要信 我曾经问他们有没有 女基督的讲道路易呢 或者是影片呢 他们不能回答 如果耶稣基督真的回来 他必定会讲道 表明自己 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也去讲道 表明自己 而且他说的话 不会违反圣经的 东方闪电也攻击圣灵 他们说 灵是人不可触摸的 也是人不可以看见的 人永远不会看见神的正面目 也不会亲近听到神的声音 他们说圣灵是虚无缥妙 不切实际的东西 所以只有他们的旅基督才是实际的 是神可以亲近看见的 听见的 他们就否定基督 否定圣灵 然后这些 对不起啊 我没有转这个 刚才我没有转这个slide 对不起啊 好了 这个图片就是他们的书 你看到这个画在肉身显现 这个就是东方闪电的 你看到这些书 他们的这些书的内容 你看到你就知道 这个是东方闪电的 我们就小心在网上有人送书给你 小心 然后这些 他们的图片都是很容易分辨的 你看这些图片都是 人都是排队很整齐的 非常的整齐 排列 整齐 然后他们做什么表演 表演 表演 都是 都是 啊 还有他们的方法的 都是可以看到 而且你看到这个 东方闪电 这个全能神照会的标志 你如果你在网上收到他们的资料 你跟他们去 你看一看 你就会看到他们的来源 都是全能神照会 啊 我鼓励你们 啊 不要去 啊 去 看他们的材料 或者去接触他们 啊 他们 很难很难改变 当然有人可以 帮助他们的 我 我说 如果你是真的受训练 受训练去帮助他们 你可以去做 但通常来说 这些义端都是 啊 他们已经 啊 教导里面 他们都是领受了很多教导 预防他们会 啊 跟从基督教 也告诉他们 怎样回答基督教 所有的话 啊 东方闪电 否定 三一神 他说 你们中了 流毒 因为三 而一 的神 根本不存在 这都是人的传统观念 是人的错误的 认识法 他还说 我告诉你们 三而一的神 在全宇宙 上下 根本不存在 神没有父 也没有子 更没有父子 共同使用的工具 啊 圣灵 他们这样 这样说的 啊 这个是否定 上一神 如果真的 遇到 东方闪电 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了解 他们会渗透 进入 教会中 当中 啊 私底下 会找寻 出信的人 对这里 不熟悉的人 并 嘱咐他们 不可告诉 牧者 偷偷 啊 就将这些人 啊 拉到他们那里 啊 他们也用 其他的方法 就是用 色友 用 女性啊 引友 利益的引友 金钱啊 有些时候 他们会抓的人 就会 打他们 啊 避他们 非常的可怕 所以这个 我们要小心 不要参加他们 他们的聚会 如果你不认识 某些人 他们说 你来我们的聚会 你不要说 啊 基督教就可以去了 你不知道 他们说是基督徒 但其实他们 不是基督徒 好了 现在我 讲第二个 是耶和华 见证人 这个 在很多地方 都可以 见到的 他们否认 耶稣是神 啊 耶和华 见证人 说只有父 耶和华 是上帝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不是上帝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是一个大能的神 他说 他说 上帝才是 全能的神 但耶稣是 其中一个神 所以有人 就很简单的 对耶和华 见证人 说你们是 多神论的 因为你说 天父是神 耶稣是另外一个神 这个是 他们的 就是说 耶稣就是 另外一个 不是 不是这个 创造的天地的神 他们说 耶稣是被造的 是天使 米照的乐 他们不信 上位一体的 真神的 现在我会讲一讲 关于 耶稣基督是神 我不去讲 所有的经文 有很多的经文 但我现在就去讲 简单的 些少 以赛书九章六节 因有一婴孩 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正权 必淡在他的箭头上 他明称为 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 与和平 平安 必加征无从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 使国 坚定 稳固 同情 直到永远 这个经文说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这个曾经降生的 这是耶稣基督 没有另外一个 是圣经说 他是神的 只有这个 降生为人的 耶稣基督 另外的经文都说 他是神 所以这个是神 然后后面说什么呢 他明称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所以这里说 他是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在这个 耶和华见证人 他们的圣经 是将这个改变 成为其中一个神 就是说 其实一个小的神 这个其实 这个是否定的圣经的话 圣经不会说 某人是神的 圣经必定是 这个人是神 才会说他是神的 也是永在的父 这是永远存在的 是永远存在的 他的正权与平安 必加征无从 这是他会永远的 永远有正权 有平安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义 公平公义 使国 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是永远的 他是永远的神 全能的神 这个经文 所以 很清楚说到 这个婴孩为我们 而生是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然后 启示录五章 十三节 这个经文说 但愿宋赞 尊贵 荣耀 全世 都归给 做宝座的 和高原 直到永永远远 在圣经里面 很清楚说 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我们 是 我们不能 就是 跨要 我们有荣耀 我们 荣耀不是从我们来的 是从神来的 是神 恩典 临到我们身上 不是我们的恩典 所以 颂赞 这个 约翰想 跪拜 这个 天使 他也说 你不能跪拜我 颂赞 只能归于神 尊贵 荣耀 他是有 永远的荣耀 全世都归给 做宝座的 和高原 直到永永远远 而且这个经文将 做宝座的 天父 和高原 放在一起 圣经不会说 愿 颂赞 尊贵 荣耀 全世都归给 神 和 基督徒 不会这样说的 所以放在一起 这个高原 就是 神 他 所有的荣耀 都有归于 天父 和高原 直到永永远远 然后在圣经里面 有不同的记载 关于人 敬拜 耶稣 这个 我们不去看 这些经文 因为 马太福音 马太是写给 犹太人的 他知道 在犹太来说 不能拜 其他人的 不能拜人的 但这些经文里面 都是讲到 耶稣 行的神迹 然后人就拜他 他们看到他 他不是人 他有这个能力 然后他们就拜他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 耶稣 的确是神 你们可以 回家 读这些经文 去看 这些经文的 然后圣经也说 圣灵是神 哥林多前书 三章十六节 岂不知 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 住在你们里头吗 我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 住在我们里头 有神的灵 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是神的殿 所以神的灵 住在我们里面 就是神 就是神的殿 所以说 我们的身体 是神的殿 就是圣灵的殿 所以圣灵 就是神 神的灵 住在里面 就是神 这个是神的 居住的地方 就是圣灵 就是神 然后下面 欺骗圣灵的 就是欺哄神 欺哄圣灵的 就是欺哄神 所以圣灵是神 使徒行传 五章三节 彼得说 亚拉尼亚 为什么撒旦 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欺哄圣灵 把田地的家营 四字留下几分呢 第四节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了 所以这里说 欺哄圣灵 就是欺哄神 所以圣灵就是神 然后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十九节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许喜 圣经不会说 奉父和天使 米加利 米浙勒 的名 和能力的名 给你们许喜 会将父子圣灵 放在一起 而且是淡树的 淡树的 不是众树的 这个名是淡树的 是一个名 不是上个名 是一个名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许喜 所以说 父子圣灵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 如果有人说 耶稣不是神 圣灵不是神 你就可以用这些经文 回答他们 耶稣是神 圣灵也是神 好了 解释这个三位一体 很多异端都否认 三位一体的 首先 生命纪六章四节 耶和华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 圣经也说 首先说 圣经说耶和华 其实旧约的耶和华 包括圣父 圣子 圣灵 不但去 讲道 是天赋的 也去讲道 圣父 圣子 圣灵 其实我们就看一看 就看一看 圣经里面 神有些时候用淡树 我 有些时候去种树 我们的 这是神的里面 去种树的 但神是一个神 但神的里面 有种树 圣经也说 耶稣是神 圣灵是神 这个经文 刚刚我们读了 这是 但愿 圣赞 尊贵 荣耀 全世都归给 做宝座的 和高阳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这个经文 告诉我们 圣赞 荣耀 全世都归给 天赋 和高阳 所以高阳是神 而且我们是神的电 神的灵 居住 在我们里面 所以 圣灵是神 神的电 这是圣灵居住的地方 所以圣灵是神 然后同时我们看到 圣父圣子 圣灵是有不同的 这是他们的位格 位格在英文翻译是persons 中文翻译persons是人 但意思是什么呢 这是他们是一个神 但是三个可以分开的 有个别的存在 这个是 很多人很难明白的 我们只能接受 所以耶稣说 在马太福音27章46节 我的神呢 为什么离弃我 耶稣对天父说 我的神呢 你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你看到 天父跟耶稣 在这个时候 是分开的 所以耶稣跟天父 是可以单独存在 这个是我们不明白的 可以单独存在 怎么是一个神呢 我们不明白 所以从这个经文 我们看到 耶稣不是天父 圣灵也不是天父 我们有看到 耶稣说 天父告诉我说的话 我就说 所以是天父告诉他 然后耶稣也说 天父做了事 他让我看 我也做 所以是天父让他知道 耶稣也说 他再来的时候 天父知道 但他不知道 这应该是讲到 他在地上的时候 不知道 他再来的时候 但在 这是他以肉身 以一个人 当耶稣在 作为一个人的时候 他同时是神 但同时 他是有人的限制的 然后他就 在这个时候 他是不知道 他再来的时候的 所以是一个神 耶和娃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 但同时 天父 跟耶稣是有分别的 所以耶稣会对天父说话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是耶稣跟天父是不同的 所以是一个神 但三个位格 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可以个别存在的 个别存在就是person 就是位格 这个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很不能明白 因为三个不同的 可以分开存在 但怎么是一个神呢 这个是我们不能明白 但我们知道在任何时间 天父 圣父 圣子 圣灵 都是合一的 都是同在的 他们都是同在的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接受 不能明白的 圣经的话语 我们有些地方 我们不能完全的明白的 对不起啊 刚才没有 让你们看这个经文 对不起 对不起 就是刚才我 我读这个 然后圣经也用 当树和种树 来形容神的 可见神是一个 但里面是种树的 生命纪 六章四节 以后吧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这里讲到是独一的 但创世纪 一章二十六节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认识 造人 这是我们 神说我们 要照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认识 造人 所以这里是用种树的 然后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神说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能知道善恶 现在恐怕他身手又折 生命树的果子吃 就永远活着 耶和华神便便打发他出 伊甸园去了 所以是我们 与我们相似 所以他们不能 留在这里 不能吃这个生命树 然后以赛苏六章八节 说我要听见主的声音 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肯肯为我们去了 这是讲到神是我的 你看到这一节圣经 以赛苏六章八节 开始是说我 我可以差遣谁了 然后谁肯为我们去了 谁愿意为我们去了 所以这里有我 也有我们 然后耶和华神 见证人说 人死了之后 没有不死的灵魂 这个是另外一方面 他们否认人会永远 存在 没有地狱或者是炼狱 他说没有地狱的 只有十四万四千人 一小群人 能进入天上的王国 和耶稣一同作王 其他大群人 都是在地上的乐园复活 地狱不存在 那些人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人 就会永远的毁灭 他们叫他们 他们就永远的毁灭 是消灭 但圣经说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 这些人要往永行你去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你去 就讲到永行 永远的刑法 永远的刑法 我们需要明白 神是绝对的慈爱 也是绝对的圣洁公义 祂是慈爱 也是公义的 所以祂会 需要审判 他们会这样说的 他们会说 神如果是公义 为什么会让人进入地狱呢 这个是 因为神的圣洁公义 我们只能够接受 这是圣经所说的 神是极度的慈爱 祂还差遣耶稣为我们死 圣灵不停地感动我们 我们多次犯罪 祂还是给我们机会信耶稣 所以神是没有放弃 我们是极度的爱我们的 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充满爱 但同时祂是圣洁公义的 有罪的 祂必定要审判 然后第三 我们讲到 我们叫耶和华基督 对不起 叫耶稣基督 博士圣徒教会 这个 你们看到 可能跟我们看到的 是不同 在外面的都是 有这个 通常就穿的 白的衬衣 打胎 这个是他们的通常的 情况 首先 我们叫也不信 尚未一体的神 他们相信 尚未神 不是尚未一体 所以刚才我已经回答 尚未一体了 所以现在不回 再说了 他们把 莫门经和圣经 看为同等 他们有这本 莫门经 是 这个莫门经 是圣殿 是 神的话语 但我们基督徒相信 圣经是我们信仰的 唯一的权位 而且 莫门经 在很多地方 与基督 有冲突的 所以圣经 这是神的话语 莫门经 就不是神的话语 莫门经 讲到的事情 有些是 违反圣经 很明显的 违反圣经 现在这一点 就告诉我们 莫门经 要怎样违反圣经 莫门经 相信神 只有 只是一个高僧的人 以前他是人 他通过善行 因为他做得很好 就得到这个神的地位 但圣经回答是怎么样了 上帝去 啃骨 这是宇宙的上帝 是永恒的 上帝从不是一个人 他是万物的圣洁 和有能力的创造者 所以他们说 神以前是人 莫门经 也相信 人可以借着 在地上的善行 再来去成为神 这个也是他们所说的 但这个圣经没有教导 人可以变为神的 所以他们很明显 是异端 他们还有很多地方 是错误的 但我现在 不去讲 每一点的 好了 这个新天地教会 他们的信徒 相信他们的 教主 李万希 是耶稣 撞世 是耶稣 在一起 来到世界上 或者是 耶稣派来的使者 他们说 圣经中 充满隐喻 这是很多 隐藏的地方 隐藏的地方 只有他能够看懂 和解释 他们所以 他们 都说 要听他的话 他才能解释 圣经的 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 他命令 他们的交友 都不停地聚会 不能戴口罩 他们说 他们的神会 依据他们 但后来很多人 有病了 然后 所以政府就 罪讨 这个人 这个是当时 发生的事情 在他们 举行的 公开 特会 宣传 最近 因为他们在 香港 有一个聚会 他们说 这个特会 只是给 教募的 他们说 只要教募报名 但内容 确实会 信徒的 所以他们所说的 跟他们所做的是不同的 然后在聚会 报名的时候 授取 参加者的电话 聚会之后 就邀请他们 参加他们的 Zoom聚会 和迎会 他们有 一个迎会 他们邀请 他们参加 这些聚会中 他们才宣传 他们的一段 在这个 第一个 聚会 因为他们知道 是公开的 所以他们不说出 他们的 教义 但 然后他们 在这个 Zoom 就会 他们的 然后其他的聚会 才会 讲到 这是他们的教导 所以我们 要 小心 有人说 什么聚会 什么聚会 不要就 随意去 参加 如果你们有 什么不肯定的 你可以问我 我 我在这里 可以为你们调查 然后 在这次聚会 他们怎么样说 他们说是家庭 照会举办的 我们知道 家庭照会 都是很谦卑的 他们带领的 他们的聚会 都是不会 很 很 这些他们 因为他们的 通常都不是 很有钱的 但在这个聚会 他们很不同 他们有很 有几部 高级 树的 摄影机 摄录机 家庭照会 通常都没有 见过这些 高级的 摄录机的 所以他们是 背后 有支持的机构 就是这个 新天地 照会 因为家庭照会 都不会用这些 其实他们都是 要 派录 这些人 知道他们是谁 或者是做一些 不好的东西 他们以后 他们可能在 大群人中 就是找到 一小部分 这些人跟从他们 就以为 他们所信的 是真实的 好了 我现在在讲 另外一个教导 就是 这个 恩典福音 恩典福音的 一个代表人 是平约翰 约瑟 平约瑟 另外有不同的 上海 江永流 温州 陈彬 大连 江小伯 朱小秋 任赵士 杭州 林辉辉 杨辉 等等 他们的 公众号 有恩典 故事会 丰寿之家 恩典 永流 天国 尊荣 恩典 之下 新赵人 朝他 NLGC 等等 这个是 恩典福音的 代表的人 对平约翰 来说 律法是糟糕 是有问题的 是如日人的 仅仅仅 因为律法 他以为律法 这是律法主义 他的信仰是律法 这是律法主义 所以他们反抗律法 因为他说这是律法主义 律法主义是什么呢 靠行为得救 或者是夸要自己做的怎样好 但律法不是这个意思了 律法还是说 我们需要靠恩典得救的 有些人以为在旧约 是靠律法 称义 这个其实不是圣经所说的 我们 其实会解释这一点 平约翰宣称 他们绝不可以全讲律戒 因为律戒是杀人生命的 会让人相信 会相信的人患病和抑郁 这个是 他们就是觉得 凡是律法都有问题 但是讲这个恩典 但圣经说什么呢 但你的律法是我喜爱的 是美好的 罗马书也说 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公义 良善的 是美好的 这是我们不能靠律法称义 不代表律法不好 跟从律法是美好的 当然信的耶稣有 耶稣的救恩不是靠行归得救 然后我们 真从律法是好的 我们爱人如此是好的 我们关心人是好的 我们敬拜神是好的 这是律法吩咐 律法 我们所有 我们所有做的 应该做的都是律法 爱神 爱人 传福音 见人的灵命都是律法 然后罗马书七章十六节 若我可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 我就认识律法是善的 律法是善的 赞拉太书三章二十一节 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 断护不是 律法不是与神的应许反对 律法帮助我们怎样跟从神 尊从神 不是不会反对神的应许的 神的应许是神会拯救我们 也应许我们尊从神的时候 神喜悦和祝福我们 赞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 这样律法是我们 迅蒙的师父 迎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应信称义 律法就是我们的师父 迎迎到我们来到基督那里 叫我们应信称义 我们称义还是必定是信靠主 称义的 我们要分辨 尊从律法跟律法主义的分别 律法主义是靠律法称义 或者是夸耀自己怎样 尊从神就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强 首先 尊从律法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我们明白 信旧约都有律法 信约也有律法 圣经里面说到 圣经说 爱人如己 理想 耶稣说 你愿意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怎样带人 要比起相爱 这些都是律法 律法就是我们要尊从的 所以信约不须没有律法 耶稣也说 到审判的时候 怎么样了 你们有没有善用你们的恩赐 神给我们的五千 二千 一千银子 有没有用 用的人 就可以进入天国 神就喜悦他们 其实是信耶稣得救 但信了耶稣之后 真信耶稣的人 必有生命的改变 必有行为的改变 然后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三个比喻 有没有坐在主的弟兄身上 有坐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能够进入为他们预备的国 但没有坐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要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世界所预备的勇火里面 所以讲到我们都应该尊从神的 而且是必定要尊从神 但我们不是靠尊从神得救 是神的恩典叫我们得救 律法是良善 是圣洁的 是美好的 天堂是完全尊从律法 所以天堂是美善的 如果天堂有吵架 天堂就是不是美善 在天堂人都是非常的爱神 亲近神 而且也比起相爱 所以天堂是美善的 天堂没有任何的罪 所以我们知道 律法是美善的 是圣洁的 然后尊从的动力是恩典 是神拯救我们 所以我尊从神 神是圣洁的 怜悯我们的 所以我尊从神 我尊从神的动力 也是神赐给我的 圣灵赐给我这个动力 然后我尊从神的时候 神也会帮助我 也纪念我 加我力量 是神给我力量 吹动我去爱神 然后我尊从神的时候 神也会赏赐 会永远的祝福 所以这些都去恩典 出去动力 圣经里面都有应许的 当我们尊从神的时候 我们就去建立在这个根基上 神是喜悦的 尊从神可以得到神的喜悦 得到神的祝福 尊从神不能自夸 我们不能夸耀 不能夸耀 不尊从神必有破坏性 圣经也警告的 然后 律法主义是什么呢 律法主义是 自以为完美 自己以为自己是完美的 新旧约都是靠恩典得赦免 在旧约圣经里面 他们怎样 怎样得救了 这是他们 信靠神所预备的祭物 不是他们的行为得救 是神预备的赦兆 然后他们能够 然后他们能够 赦免赦免 不是人靠行为 他们以为献祭 就是献上祭物 就是行为 其实 不是这个行为拯救我们 而是神的恩典 这个祭物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神造的 神预备的 这个是预表基督的 是基督赦免我们 不是人的行为 我现在找给你这个禁文 对不起 西伯来书 十章四节 没有写出来 第三节开始 但这些祭物 是教人每年想起罪来 第四节 基伯来书 十章四节 因为公牛和善羊的血 断不能除罪 这些羊的血不能除罪 其实这些血 都是预表基督的 是耶稣基督 是耶稣除了人的罪 所以这个经文说清楚 如果旧约的时候 能够献祭 用公牛和善羊的血 可以除罪 耶稣就不需要来的 我们就可以继续献祭 就不需要耶稣来的 其实没有动物 能够除我们的罪 不是动物 西伯来书 九章十五节 西伯来书九章十五节 他说 这个讲到是耶稣基督 做了新约的重宝 既然受死 赎了人在前约 这时所犯的罪过 便叫蒙照的人 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所以他赎了前约 这是旧约的时候 人所犯的罪过 其实从创世到 耶稣再来 所有人得救 在旧约的时候 跟新约的时候 也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 这个 他赎了人在前约 之前的约 所犯的罪过 所以旧约的人得救 也是靠耶稣的救恩 都是恩典 好了 我们继续看这个律法主义 没有人能够全遵守 遵从律法 靠律法称义 就从恩典中罪落 这个是加勒太书五章四节 靠律法称义的 就从恩典中罪落 所以靠律法称义 神就说好了 我就看看你的罪 看看你的行为是不是完美 不是完美 就不能得救了 靠律法称义的 是看不到自己的罪 和自大 看不到自己的罪 他们是自以为是完美 没有人能够跨要 比人强 我们不能跨要的 所以这个律法主义 是有问题的 平约色暗示 基督徒一生 应该不需要努力的 有恩典就可以了 但圣经说很清楚 我们需要努力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学己 天天背起他的律迹家来跟从我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 我要功课己圣 叫圣服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备 弃绝了 所以我们需要功课己圣 真的去处理生命 叫我们的身体 服从我们不要犯罪 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现在不要干几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叫我来的赏赏 所以我是努力 努力面前的 现在不要干几跑 要得神给我的恩赐 然后平约瑟说 在还有人坚持要传讲悔改的信息 我反对 他反对要讲这个悔改的信息 这是要信徒相信在地上已经去依人了 已经不被定罪 已经不需要认罪了 已经不需要律法 已经得到荣耀了 已经成为尊贵 已经掌权了 已经没有被爱 已经胜过疾病 他说这是我们已经完成了称义的 完成了完美的 但圣经你们看到什么了 耶稣也举出基督徒的罪 启示录二章五节 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要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这是他们失去起初的爱心 耶稣就将他们的灯台 他们的照会从原处挪去 所以我们就看到 在地上我们还需要讲 悔改 耶稣也叫人悔改 启示录二章十六节 老底 这个不是老底家教会 你当悔改 若不悔改 我就快临到你那里 用我的口证的剑 攻击他们 就讲到 神就会攻击的 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 这是别照没教会 别照没教会 好了 对不起啊 我没有转这个 刚才的slide 然后他说 在信约中 神绝不会因一个相信的人 犯罪惩罚这些人 他说不会惩罚 但我们在《使徒行传》 九章八节 看到神 怎样惩罚 亚拉尼亚 撒费拉 约翰福音 五章十四节说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造愈的更加厉害 神是可以管教的 平约瑟也说 人所有犯的罪 不管是过去的 现在的 还是未来 都已经被他的宝血 所洁净了 永远不会被你 被要求承担罪的责任 不会最讨神的责任的 但马太六章十五节说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所以犯罪必有后果 然后约翰 提示录三章十六节 这个老底下教会 你们既如温水 也不冷 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 把你吐出去 然后他说 就是你犯罪 也不会接受定罪 也不要接受罪的惩罚 要宣告在基督里 你是神的义 然后继续生活 这是你犯了罪了 你就继续生活 但圣经说什么了 你犯了罪了 就有言罪要处理的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要趁 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击出他的错 然后他 如果他不听 你就来另外带一两个人去 如果他还是不听 就告诉教会 如果他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 所以 必定有罪的 惩罚的 这个惩罚就会 不听教会 就看他如外邦人 所以 他说说的是不对的 这个恩典照会 就是影响很多人的 他说 西乃山半部律法 三千人死去 五神节 圣灵降临 或者是赐下恩典 三千人得救 他说这个三千人死去 是因为宣布这个律法 但其实他去解释错了 西乃山三千人死 是因为他们不逆 神去拜金流毒 受审判 绝不是贵罪于律法 不是律法 叫他们死 而是他们拜 牛犊 在出埃及记 三十二章 十九节 摩西看到 这个牛犊 就发烈鹿 然后 当时怎么审判呢 这个立位的 己身就叫摩西的话 摩西的话 征从就一天杀了 百姓月有三千人 所以不是律法 而是他们犯了罪了 这是神的惩罚 然后 他说律法已经被圣灵取代了 圣灵总是带你进入胜利的 胜利的 就总带你走出捆绑 走出疾病 走出债务 走出忧郁 所以他去教导成功神学的 和奉生 或者是奉生神学 注目在物质的奉生 否认基督徒会为主受苦 但圣经说很清楚 犯罪会给魔鬼流地步 以福所述四章二十六节 圣气可不要犯 却不要犯罪 不要寒露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流地步 就是不可给魔鬼流地步 就是不要犯罪 魔鬼到贼来 需要偷窃杀害 伪坏 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恩典 福音是非常有问题的 他们就是否认这个律法 否认悔改 不传律法 不告诉人要爱主 努力去爱主 全心全意的爱主 全心的跟从神 这个是他们的教导 求神帮助我们 分辨这些错误的教导 我们的信仰必定建立在圣经里 很肯定圣经的教导 站立得稳 求神帮助我们 赐力量给我们 现在我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要么你将圣经去给我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欲照训 读者 使人归意 教导人 学意 都是有意的 叫我们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是神所预备的 我们就完全的 听从你的话语 不要跟从错误的教导 在末后的日子 必有越来越多的义端 出来 引诱人 求神帮助我们每个都站立得稳 庆祝我们的信仰 庆祝我们的怎样跟从神 也分辨不同的异端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其他的异端 我们就全心全意的读圣经 用圣经分辨任何的教导 跟从神 讨神的喜悦 神的吩咐是我们 信靠耶稣的救恩 全心的爱主 亲近神 尊重神 释奉神 传人 传人 福音 这个是圣经教导的 求神帮助我们走在神的路上 感谢天父 天父爱我们 天父加力量给我们 天父与我们同在 哈利路呀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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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上